大家好,歡迎參加2024年5月份的文學月會 香港公共圖書館和香港都會大學 田嘉丙中華文化中心合辦 今年4月至6月的文學月會 一共有三場講座,主題是 文學的想像力、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視覺、空間和幻想 各位講者會以他們的研究、興趣或專長 帶領大家展開多元的文學漫遊歷程 一齊探索和欣賞中國現當代小說 表現想像力的各種方法 探索文學想像的無限可能性 今天是第二講,講題是 作為正言的罪案,真東不文學的懸疑罪事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香港都會大學 人民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旭旭影博士擔任講者 這次講座 旭旭影博士會以普通話駐港 介紹三位東北作家 雙雪濤、鄭執、班禹的小說 講解三位作者 小說懸疑敘事的特色 事卑而遲 我先將時間交給旭博士 由正旭博士 多謝行女士的介紹 多謝香港公眾讀書館 多謝田佳萍中華文化中心 讓我有這個機會和平台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最近的一個研究 是關於新東北文學的 大家知道在新東北文學裡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運用大量的懸疑敘事 然後有很多的故事都是關於犯罪的 所以我想探討的就是說 在這些新東北文學裡面的這種文學特質 就是懸疑敘事 它起到了怎樣的一個作用 那我的研究認為初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論點是 我認為這些懸疑敘事是作為一種歷史的正言 那它雖然是以罪案的方式出現的 但是這個罪案提醒大家的是回到歷史的現場中去看 那麼剛剛今天早上是一個關於拿籃作家的一個手稿的一個展覽的開始 那麼我們在香港來講 東北其實是蠻有趣的 就是說通常我們說現在也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概念叫做新南方寫作 然後更新東北寫作 是兩個可以說是差不多同期非常熱的一個學術熱點 那麼在香港來看東北 這兩者是有怎樣的一個關係呢 其實我們看早年的一些香港電影裡面 比如說《流連飄飄》 它裡面講的是一個從東北過來的這個妓女 然後呢在東北的故事裡面 比如說去年非常火的一部電視劇叫做《漫長的季節》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過 它裡面的夜總會的名字就叫維多利亞夜總會 也就是說還有呢港商 你會發現在新東北文學很多罪案 總是有一個南方的角色 商人的角色 很多時候是港商的那樣的角色 比如說在漫長的季節裡面就是 然後再早一點的東北的電視劇裡面 有個叫馬大帥的也是那個範圍演的 它裡面也有個娛樂城也叫維多利亞 這就是東北故事裡面的香港元素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麼到了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東北因為重工業基地開始在轉型之後 開始所謂走向沒落之後 這個地帶我們稱之為變成了叫做秀帶 那麼相對應的是南方珠三角地區的一個崛起 所以這樣有一個對照 就是一個秀帶一個陽光帶的形成 這兩個概念最早是來自於美國的社會學家 他們用來描述就是美國重工業基地的一些鋼鐵 或者說底特律這些地方的一個衰落 那麼所以在這裡其實就會有一個對比 而我們知道珠三角之所以成為一個新的經濟中心 它跟香港的密切關聯也是相關的 那麼還有呢 在東北很多人面臨下崗的時候 同時有一些人想要抓住機遇 他們就走出體制叫做下海 所以這個下崗和下海又是同步 基本上是同步發生的 但是下海的人去到哪裡呢 大多數也都來到了南方 比如說深圳 那麼來到了南方尋找機遇 珠三角地帶 它的位置也是跟香港有關 所以讓我就想到 我們今天的這個分享 可能就是從這裡開始切入 那我們再來看兩個例子 因為既然講到新東北文學 那麼就會有一個東北文作家群這樣的一個對照 這個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香港導演許安華所拍的 關於蕭鴻的紀錄片叫做《黃金時代》 那這個電影大家 因為大家都知道蕭鴻和香港的這個關係 它最後是葬在了香港 那麼在這個電影裡面 就是東北和香港有什麼關係 其實關鍵有一句話 就是說當蕭鴻 蕭鴻的這個戀人 最後決定要去打油機的時候 蕭鴻說了一句話 就是說那我呢 我只想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寫東西 那麼最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離開東北 是為了寫東西拿稿子去換錢 然後他們南下去到了上海對不對 然後在戰亂的時候 當蕭鴻選擇去打油機的時候 那蕭鴻最後是來到了香港 所以某種程度上 香港變成了一個逃離東北的一個地方對不對 那麼因為大家如果熟悉這個蕭鴻和蕭鵻的這個作品的話 蕭鴻的散文裡面有講到 當蕭鴻跟他講 因為東北當時被日本人佔領的時候 他們有很強烈的那個信念 就是早年的東北文學作家 都想要打回東北對不對 想要回家 那對於他們來講也是所謂流亡作家 那麼但是蕭鴻有一句話就說 這個家就是在日本人來之前 他其實已經是失去的 所以東北於他而言是這樣子 再來看這是第一代的東北作家群和香港的關係了 那當然很多比如說 駱賓基啊 端木洪涼啊 當時東北作家群的人都來到了香港 這是很流行的一首 曾經很流行 前兩年很流行的一首歌 這個叫董寶石的這個東北說唱歌手 也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東北文藝復興 但是聽說這首歌 香港的觀眾是很不喜歡的 因為他的粵語講得特別不好 陳偉廷特意講了這個 在這裡為什麼口音在這裡面就很重要 為什麼他的口音不是用地道的香港粵語廣東網 大家猜猜 陳偉廷他是可以講正宗的粵語的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在這裡它特意 這個粵語特別便扭呢 所以讓香港觀眾特別不喜歡這首歌 很好 就是大家在這裡看到了 就是東北流行文化 當然這首歌本身也是一種 對於當年東北的一個懷舊了 對不對 那這個懷舊裡面其實香港有很重要 香港流行文化有扮演很重要的這個角色 他裡面所提到的 比如說郭富城的那個跳舞舞蹈 對不對 還有這個什麼PE啊 然後這個BPG啊 這些東西都是一種新的 所以在這裡大家可以看到了 香港對於東北 包括甚至於這個disco的那個文化也是 所以跟比如說那個漫長的季節中的那個夜總會聯繫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南方文化更準確地說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 對於當時東北的一個影響 那麼所以其實我們要講的整個的內容 其實就是放在這樣的一個語境中 就是東北的轉型 在東北轉型的同時 你會可以看到這裡有個鮮明的對比 就在78年的時候 東三省的GDP到2021年的時候 它的下降 就東北原本是國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業基地 對不對 然後伴隨著東北的下降 這個廣東的這個GDP的這個上升 它在整個國家經濟中的這個重要性 這就是北方的衰落和南方的一個興起 好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來看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回到我們今天所講的文學的這個群體 剛剛也講了這個東北作家群 那東北作家群在這個概念是 這個作為一個集體的概念是在1936年的時候出版的 東北作家靜作集 才第一次把這些作家們 東北籍的作家稱之為叫做東北作家群 好 那麼新東北作家群 當然是因為之前有了這個東北作家群 所以才提出來的 這是在2020年的時候華東師大的這個學者黃平提出來的 叫做新東北作家 那麼它最重要的特別活躍的幾個人 就是今天我們會講的叫做鐵溪三劍客 叫雙雪濤班羽和正直 當然除了他們之外 比如說今年的寶珠文學獎的獲獎者楊之涵 也是一個新東北作家 一個是女作家 那麼他們所 然後伴隨著這個文學作品 還有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 比如說平原上的摩西改編成的 平原上的火焰 至今還沒有上映的一個電影 然後前一段時間來 到了香港電影節的班羽的逍遙遊 還有電視劇漫長的這個季節等等 他們引起的這一番熱度 所以被稱之為叫做東北文藝復興 當然也有人反對這個提法說 為什麼叫復興呢 東北文藝文化一直都很火 如果你去看趙本山所代表的那個 東北鄉村的那個文化的話 它從來也不存在衰落再復興的一個情況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會有一個問題 當我們命名一個群體的時候 比如說無論是東北作家群也好 還是新東北作家群也好 只是因為他們的共同的一個地域的出身 是東北這個圓 或者說他們所寫的內容是關於東北嗎 這個集體名詞背後的含義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概括出來的 比如說早年的東北作家群 他們共同的一個主題其實是抗日 對不對 他是在作為被殖民帝者的那種痛楚 流亡的那種痛苦 那麼在新東北作家 這一群他們的創作裡面 也有一個共同的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下崗 就是他們寫的內容 當然了今天雙雪濤他們都力圖走出東北 他們不想把自己標籤為只是寫東北的 但是他們曾經被當作是東北作家群的原因 就是他們所寫的作品中 有一個共同的貫穿他們作品的一個共同主題 就是下崗 那麼下崗是什麼呢 其實是也就是財源失業這樣的意思 只不過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做下崗 那麼它是中國在90年代的時候 進行比較徹底的大規模的 這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結果 當時就是主要針對的是 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的 大規模的一個財源 為什麼呢 當時認為 其實大量的這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 甚至於認為說三分之一的人員 他們其實是被視作是榮餘的 就多餘的沒有不需要他們 那麼所以在1997年的時候 黨代會通過了這個私有制 在中國經濟的強調的這個重要性之後 開始降低國有制度的這個 國有制的這個比重 開始加速中國經濟的這個私有化 然後馬上緊接著就開始了 各個部門開始裁員 那從1996年到2000年 國營國有企業的工人數量 減少了3159萬 那在這裡有數據 主要引用的是王少光 胡安剛他們當年的一個研究 這也是目前在中國媒體上 被最廣泛引用的一個數據來源 那集體所有制 集體部門 也就是集體所有制的企業 減少了1648萬 那其中東三省是受影響最大的 就是大概是占到23.9% 整個下崗 全國下崗人數的23.9% 那麼這個轉型 就給這些工人階級們帶來了 巨大的一個打擊 尤其是對於東北來講 因為東北一度被稱之為 叫做共和國的長子 共和國的長子這個說法 是當時毛主席視察東北的時候 在1950年的時候 給他們的一個稱呼 共和國的長子 那麼他很 因為這是跟這個 他在滿洲的那個 日本統治下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開始了 一些重工業的基礎的一些建設 比如說尤其是以鐵路 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礎 然後又因為進蘇聯 所以當時的宣傳話都顯示 當時蘇聯幫忙建造一些基建 修建鐵路 然後這是在1959年的時候 大慶油田開始挖掘出了 成為了中國很重要的一個油田 那麼然後大家都知道鐵人王進喜 所以當時全國號召學習鐵人王進喜 這種鐵人精神和大慶精神 當時有一句話叫做工業學大慶 農業學大債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 那所以當時是東北是 在這個共和國的歷史上 是一個充滿著榮耀的一個地方 充滿了驕傲 那所以當時大家也知道 它的汽車製造業 就也很發達 但是呢 改革開放之後 比如說七八年之後開始轉型了 然後緊接著 在九十年代開始下崗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巨大的落差 這個落差是各個方面 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首先就是經濟條件上的巨大的改變 那麼因為你以前所有的東西 就是由單位來負責的嘛 對不對 你所有的吃穿 小孩子所受的教育 醫療 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工廠裡解決 工廠包你所有的一切 大家如果去看賈章科 早年有一個紀錄片叫做《24成記》 也是講那個工廠 三線工廠的這個轉型 所以當時他有一本 跟同時推出的一本書 就採訪了很多工人 就當時做一個工人 是多麼榮耀的事情 那但是呢 現在就是所有的那個體制的優勢 全部都失去了 那麼所以呢 經濟陷入到了一種貧困的狀態 如果你不能夠即時轉型的話 那麼就買斷工齡啊 然後有很少的一些下崗的補償啊 但是你就要自謀出路 所以在這三部作品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們的生活是如何陷入到 甚至於一種赤平的一種狀態 然後還有當然就是心理上 心理上你會覺得 你從原來的先進階級 工人階級是領導 然後是十分榮耀的 從共和國的長子 現在變成了一個邊緣化的一個群體 對不對 那麼伴隨著這個地位的其他 比如說私營經濟 個體經濟者 然後私營業主 然後所謂下海的那些弄潮兒們 他們就獲得了更高的這個社會地位 這一點在整個 再等一下我們的小說的這個裡面 也可以看到 那 在我小的時候 我的家鄉是在那個浙江 所以我們那個地方是以私油經濟為主 鄉村鄉鎮經濟為主 私營經濟 所以其實 對我們來講 下崗的那種慘痛 並沒有很切身地感受到 因為大家都是屬於 從來都沒有進入過體制的一種狀態 但是在我小的時候 電視裡面確實是每天都在播一首歌 流歡的歌 叫做《從頭再來》 那我首先來講這個電影 張猛的《鋼的琴》 就相對來講還是一個比較 樂觀的一個 這個樂天的一個電影 就講她的一個下崗工人 她的女兒要學鋼琴 她的老婆就已經下海了 所以她老婆可以給女兒更好的經濟條件 讓她學鋼琴的條件 但是她女兒跟著爸爸 爸爸就沒有辦法 有能力給她買一個鋼琴 所以呢她最後發動她所有的工友 因為工廠裡面的人 有各種各樣的人才 最後給她女兒做了一家鋼琴 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但在這裡大家 和劉歡這首歌剪輯在一起 大家聽這首歌的時候 覺得是不是很感動 有沒有 我小的時候覺得很悲壮 但是也很感動啊 是一首勵志的歌嘛 鼓勵大家從頭再來 但後來呢 今天我在Google上 search的時候 有網友問說 劉歡這首歌 是不是來諷刺下崗工人的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看那一句 她說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你如果去看今天這個 這個雙雪濤也好 正值班雨的作品中 新東北作家的作品中 看東北下崗工人說 說這一句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是多麼的輕巧 哪有那麼容易就可以從頭再來 對不對 所以大多數的人實際上是一直在掙扎 在這種我們說懸崖邊上或者說 甚至今天用班雨的那個 槍幕裡面的一個意象來說 就沉入水底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沉入水底 哪有那麼容易就從頭再來 所以我就明白為什麼 網友們現在會覺得這首歌 是不再是一個勵志的一首歌了 好 那麼 因為這個新東北作家的這個出現 共同主題 所以新東北文學的研究 以及東北文學的研究 引起了很多學界的關注 只有大量的這個 各種各樣的學術講座 研討會 也有各種各樣的這個研究的專注 然後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研究結果 實際上研究的那個內容 其實是我們為這本書而所寫的 Identity Space Everyday Life in Contemporary North East China 是剛剛推出來的一本 英文的這個研究著作 集合了很多方面的一些研究 然後這是很重要的兩部這個研究專注 是那個留言 它是從這個就是東北的工業轉型的角度 去看東北文學 然後出東北其實就是剛剛所講 提出來新東北作家這個概念的黃平老師所寫的 然後這個是歷史學的研究 是關於當年滿洲的一個研究 所以新東北文學 就是東北現在是一個研究的一個熱點 那麼熱點中的熱點呢 就是今天我們會講的這三位作家 叫做鐵溪三建客 那當然是因為他們本身是來自於鐵溪省陽鐵溪區的 然後呢這個概念實際上是遼寧作協提出來 是官方它就是提出來 後來在人民日報轉載 所以就這三個就被稱之為鐵溪三建客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是 雙血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寫於2015年 正值寫於2017年的生吞 還有班宇的羌木2018年 那麼其中正值的生吞是一個長篇小說 羌木是一個短篇 然後平原上的摩西可以說差不多是一個中篇這樣的小說 然後他們都很有趣的 其實說他們一開始都不是專業的這個作家 比如說雙血濤它是一個銀行的貴員 他說數錢數到不想驗了 數錢數驗了 但是別人的錢數驗了 所以他最後就分而辭職來專業創作 那麼當然了稱他們為鐵溪三建客的原因 當然我猜想肯定是跟2022年王斌的紀錄片 鐵溪區是密切相關的 也就是說今天東北能夠進入到國際學界的視野 最早應該是由王斌的鐵溪區帶引起的一個關注 那麼鐵溪區大家知道王斌的紀錄片都超級的長 鐵溪區總共有555分鐘 總共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叫工廠 第二部分叫燕粉街 就是燕粉街 那麼等一下平原商的摩西那個故事就是發生在燕粉街 然後第三部分叫鐵路 那麼大家會留意到這個漫長的季節的這個主人公王響 其實就是開鐵路的 所以鐵路也好燕粉街也好都是東北文學中重要的標誌性的空間意象 好 那麼我選擇這三部作品很有趣的就是他們不僅僅講下崗 而且他們呢都用了懸疑故事就是都用了犯罪故事 而且呢他們犯罪故事其實用的是同一個背景 這個背景叫做沈陽三八大案 叫沈陽的三八案 那沈陽三八案是指1989年到1999年的 這十年時間 這五個人其中有兩對兄弟 然後這個人是幫忙的 沒有直接下手 這兩對兄弟是直接 他們殺了二十多個人 傷了四十幾個 加起來總共就殺和傷 有七十多個人搶劫了三百多萬的髒物 然後犯了就是四十多起的這個截殺案 很大一部分呢是出租車司機 然後呢除了一些有目標的 他們早就計劃好的那些搶劫那些富人之外 很多的出租車司機為什麼成為受害者呢 對很好 他們沒有自己的車 他們先截一輛出租車去犯案 然後呢 那最後他們要把司機也做了 就是所以大量的是出租 所以平原上的摩西也好 那個背景都是這樣子 平原上的摩西也是懷疑 那個小說的主人公叫李守蓮的 他是那個出租司機截殺案的這個犯人之一 那這個就是瀋陽三八案 在1999年的時候 他們也中間有內訓啊等等 在1999年是被逮捕 後來很快就判處死刑了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在判處死刑的時候 當時瀋陽電視台 就是遼寧 遼寧電視台 製作了一期的即時節目 就把三八案整個的抓捕的過程呢 尤其是最後 為了對大家 就是為了徹底驅散這座 蒙難城市上空的陰霾 然後呢 將罪犯 對罪犯和對他罪犯家屬的採訪 公布於眾 就在紀錄片裡面 所以呢 那些罪犯在刑刑之前 都接受了導演的採訪 導演一定要讓他們留下一些話 對於社會的警示等等 然後呢 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他 中間的一部分 有人物了扮演了 然後但是呢 最後呢 他是真的審訊了這五個犯人 在臨行之前 然後呢 在這三部小說裡面 全部都用了這個 三八案的背景 其中 雙雪濤 他的 為什麼會寫到這個呢 因為他說他小時候 他們家有個鄰居 就是三八案的 最後一個 叫做王文旭的 就幫忙準備材料啊 等等一個 邪寵 邪犯 那他就 雙雪濤說 他後來回憶起來就覺得 就是說 這個事情對他的衝擊是很大的 後來突然有一天 警察把你的鄰居帶走了 原來他是這個 驚世害人的這個大案的這個犯人之一 他說一方面就是讓我們看到 你只能看到人的肉身 但是你是看不到他們的骨頭的 整個骨頭精神就是完全是碎了的 還有另外就是看上去世界是很平滑的 很日常的 但是有很多暴力的東西潛藏在裡面 很多殘酷的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 而後來呢這些事情呢 在歷史長流中就被抹平了 就沒有人記得這些事情 也沒有人再去追問說 哦這些事情 這些暴力發生的來龍去脈 因果關係是什麼 那麼 但是因為他是切身發生在他周圍的 所以他對這個事情有一個非常直接的一個感受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 他對他們的採訪 當然從導演的角度來講 是想要他們講一些道德層面的忏悔 對吧 留給世人警醒 就他們給了一些非常技術性的實用的建議 你不要漏財啊 然後你不要生活規律被人掌握啊等等 都是類似的 然後在這裡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是有一個社會 對他特別提到這個個體經營者 在這裡你也可以看到 因為在所有公有制的時代 比如說在毛時代 大家都是工人或者說大家都是農民 實際上是沒有這種貧富差距的 所以就不存在一些人特別富 然後把富貴有錢就把它暴露出來 帶著一些金鏈子等等對吧 招人嫉妒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社會轉型的一個特徵 在裡面體現出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三建客他們是怎麼樣重塑這個三八案的 他們都有講到這個三八案 但是方式是不一樣的 在平原上的摩西裡面 三八案是作為一個背景 就是說警察當時要調查 調查一起出租車司機的截殺案 然後有一個叫蔣不凡的警察呢 在燕粉街那個地方 就遇到了李守蓮 搭出租車司機的這個 蔣不凡當時是扮演一個 這個就是類似於這個橋 橋莊城普通人 然後呢 李守蓮剛好出現在錯誤的時間 出現在錯誤的地點 那為什麼燕粉街 會被認為是一個犯案的地方呢 因為蔣不凡就在小說裡面說 我經常在這個地方抓人 就經常在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就成為是 下港工人聚集的一個地方 然後那所以 你當然就說警察其實是有一種 所謂偏見在裡面 所以他見到李守蓮那個出現的時候 他就誤認為 他是三八案的團夥成員 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這個衝突之後 他蔣不凡導致了一場車禍 這場車禍中 那個李守蓮的女兒就被弄癱瘓了 所以李守蓮出於憤怒 他確實是動手把這個警察給打死了 就拍死了 然後呢 那這個案子 就因為沒有見證者啊等等 警察就抓不到線索 然後就過了一段時間 又出現了另外的成果案之後 然後再把這兩件案子聯繫在一起 然後當年的案子聯繫在一起 然後那個新的那個年輕的警察 叫做莊樹 是李守蓮曾經的鄰居 他女兒的好朋友 他作為這個警察開始調查 然後追溯到了這個李守蓮身上 那麼所以這個其實是 三八案是作為一系列誤會的開始 這一系列的誤會 當然是導致了後面的凶殺案啊 以及其他的這些悲劇 那麼生吞呢 生吞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 類似於殘酷青春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它主要是講四個青少年的那個成長 中學生的故事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少年 他是很聰明 很有才華 天才型的 但是他的父親不巧 是那個三八案的主犯之一 然後呢 他的父親被槍斃 而且槍斃之前 因為剛剛那個 沈陽三八案的那個紀錄片 每天在電視裡播放 而且他的父親呢 其中作為其中一個主犯 還給自己的兒子留下了一封遺書 這個遺書通過這個紀錄片讀出來 等一下給大家放一下 然後以至於情理的身份 就被同學以及其他人知道之後 他就遭受到了欺凌 然後在學校裡遭受了 各種不公平的這個待遇 那麼還有所有的悲劇 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然後在槍目裡面 其實就是講 因為有孫氏兄弟 其中一個主犯呢 其實當然這是虛構的 因為我們說 無論怎麼樣這個 漢人聽聞的這個凶殺案 他 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 為這些犯罪者來開脫 對不對 但是槍目裡面 他並不是為了他開脫 但是是為其中一個主犯 虛構了一個生活和心理的軌跡 他借了這個人的身份 就講這個人是如何被下 如何下崗 下崗之後如何擺攤 想要擺脫這個貧困生活 但是呢 又遭遇了種種 比如說收容制度 在收容所裡 他的妻子被強暴 然後呢 又去找官員 又遇到了腐敗的官員等等 最後他走投無路 這個人叫做孫少軍的 就走上了搶劫出租車司機的這條路 就成為類似於三八案的這個主犯之一 所以這是三個作品中跟三八案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要看 我們如果去看這個作品的這個罪案 我們想要挖掘出什麼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當然因為用三八案這一個作為大家共同的一個線索 共同的一個原型 我們可以看到他為他們這個新東北文學的書寫 奠定了一個基調 這個基調就是黑暗的 冷酷的 暴力的 還有失去秩序的 一種無序的一種狀態 這是描述了在九十年代 這個下崗朝中的一個東北社會的一個縮影 然後以懸念謀殺還有犯罪調查的方式去展開 或者講述罪案的方式 就成為他們這幾個東北文學作品的 共同的一個形式上的一個特征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有新的問題可以 大家會提出來 就是說為什麼這些犯罪小說的類型 在新東北小說中反覆出現 他們為什麼要用這個懸疑犯罪的元素呢 然後懸疑敘述在裡面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 然後這三步驟懸疑敘述各自有什麼樣的特征呢 這是我的研究想要回答的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就是學界將來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是有很多的討論 比如說有一次大家都熟悉的戴景華老師 他講那個東北的時候他就講到 其實這幾個年輕作家 他們很明顯會受到一些類型電影和類型小說的影響 比如說類型電影跟東北直接相關的是前幾年有一個叫做 白日焰火的電影 刁易男的對不對 被稱之為是中國第一部 就是當代的一個最典型的一個黑色電影 白日焰火講的是 其實漫長的季節跟這個也有一點點相關 白日焰火講的是貴倫美這個女孩 然後呢他遭遇了一些就是他洗衣服幫人洗 他在洗衣店裡洗衣服幫一個什麼就是婦人對吧 就是大款弄壞了衣服以至於大款要欺負他 然後他一怒之下就把他給殺了 然後呢引起了幾個 最後他其實是死 最後他的丈夫就頂替他 偽造了一個死亡的一個身份 就是假裝他丈夫死了 類似於這樣 後來再次發生了幾場命案 然後呢這個張自立這個警察 也是一個非常落魄的警察 跟漫長的季節的警察也非常相似 他去調查的時候就把這個事情解 就是把整個謎體解開 那麼貴倫美在裡面就是有 類似於一種蛇蝎美人的一種形象 他是令人同情的 因為他也同時是那個性侵犯的受害者 但他同時也是幾個命案的這個 就是他都是他所引起的 第一個命案直接是他犯的 好 這是一個白日焰火的故事 它是黑暗的 然後經常發生在東北的夜晚 然後有很多東北的元素 就是比如說溜冰 滑冰 不是溜冰 滑冰 還有鐵路等等 然後還有這個歌舞廳等等 這些元素 也在後來的東北文學中 反覆出現 那麼白日焰火的影響 還有就是白夜行 就日本的推理小說的那個影響 好 這是一種解釋 就是說他們這些 為什麼習慣性使用懸疑敘事 是跟他們所受到的那些類型小說 和類型電影的影響 是密切相關的 比如說雙血套還非常喜歡那個 《西劇柯克》 然後另一個解釋就是說 因為東北後社會主義時代 也就是說 轉型後的東北的工業園區 整個東北的工業城市 已經慢慢變成了一種荒蕪的廢墟的一種情況 對不對 然後在這樣的荒蕪廢墟的那種情況 然後年輕人呢 又進入到了歌舞廳啊 棋牌室啊 然後整個黑社會 東北的黑社會也是非常出名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在這樣的氛圍裡 你自然寫東北的懸疑故事和犯罪故事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對不對 那麼這是它的空間屬性 為它的這個懸疑係事 鋪下了一個基礎 那麼我試圖想要在這兩者之外 再想找到一些線索 也就是說事實上 犯罪率跟下崗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也就是說 並不是在文學 只是在文學中出現 實際上在現實中也是他們的關係很密切的 所以這是來自於社會學的調查 也就是說在90年代是犯罪率出 中國犯罪率 尤其是東北出現第五個高峰 就是下崗潮的時候 恰恰也是中國犯罪率高潮的那個時候 然後有研究顯示 每增加1%的下崗工人 檢察院批准的逮捕人數 將增加0.2% 就是很細節的一個社會學調查 起訴的人數將增加0.3% 在這樣的影響 這種影響持在下崗潮之後 7年仍然存在 也就是說人們下崗了 他們還要掙扎很久 對吧 在貧困中掙扎很久 社會採取穩定 但這裡面的犯罪率有種種種種的元素 包括剛剛說的截殺案 偷竊案等等 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性事件 也都算在這個犯罪率裡面 所以它其實是有直接的一個原因的 那麼在文學上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這些關於下崗的這些創傷技藝 是通過這些年輕作家 為他們的父親代言而講出來的 那在黃瓶 黃瓶的話說 因此黃瓶將那個新東北文學的這個寫作 製作為叫做子一代的寫作 因為富一代在下崗之後 他們的聲音就不被聽到了 他們只是被作為一個鼓勵的對象 出現在劉歡的作品裡面 對不對 直到他們的孩子們長大了 他們有能力來寫作了 才說出他們父親一代的那個痛苦 所以黃瓶說 這個叫做遲來的敘述 以下崗為時代標記了90年代的東北歷史 不是由下崗的那一代人來講述的 而是由他們的後代來講述 這決定了東北 新東北文學主要是由子一代的視角來重新講述 富一代的這個經驗 那麼 但是你在回去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歷史的潮流 因為緊接著下崗之後 然後那私營化 然後進入到WTO 然後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高速發展的 然後GDP的高速發展似乎扶平了那一些創傷 所以下崗工人的故事已經不再被說起了 甚至於我記得有一年我讓我的同學們 也是碩士班的同學們寫一個關於生吞的分析 有東北的同學他們不瞭解 發生過下崗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時代的潮流已經扶平了這一些創傷的東西 那麼今天他們的子一輩子 在重新去挖掘的時候 就相當於帶大家回到那個歷史現場 就是好像回到那個最暗的現場 因為對於這些富一輩的人來說 他們都是經歷了創傷和傷害的 對不對 但是沒有人告訴過他們這些東西的前因後果 應該是什麼 誰應該為這個創傷而負起責任等等 所以某種程度上他們書寫罪案作為一種歷史的正言 帶著讀者重返那個歷史現場 然後讓那些已被遺忘的記憶可以重現 所以犯罪在小說裡面罪案 懸疑它並不只是為了製造一些戲劇性的效果 製造懸疑 讓整個小說具有類型化的特徵 讓大家非常容易進入 非常容易被吸引 這當然客觀上是類型小說以及類型電影 類型劇作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敘事的技巧 但是在這個新東北文學裡 這是相對比較次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 它是實實在在關於歷史的現實之痛 那麼他們使用這些懸疑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說平原上的摩西 它是用一種多元視角對話的 多重敘事進行對話 它是有一點點像巴赫金的那種對話體的一種方式 然後在這個對話體中 它試圖去找回那個到底誰犯了這個案 這個案當然是指兇案的那個案 小說中確實有幾起兇案 那個案的兇手 但另一方面也講 這到底誰造成了這些歷史悲劇呢 對不對 然後生吞是一個比較像白夜行一樣的 真的偵探小說的形式 講的是一個警察在去追 就是他現在又發生了一起命案 然後他就跟當年的命案連接在一起 他去調查發現自己 在之前的調查過程中犯了錯誤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幾個相關的少年們 已經變成青年 他們開始回憶他們曾經的青春 那所以它是有雙重視角的 警察代表著父親一輩的視角 還有青年們代表著 就是回憶他們的少年時代 代表的是子一代的那個視角 然後槍木呢 它是一個語言小說 Metafiction 就是後攝小說 它講的是一個寫作者 我們稱之為槍手 就是Ghost Writer 就是幽靈作者 它是代人寫作的 他呢 來跟他的女朋友 來自東北的女朋友 來講故事 講的故事裡面呢 包含這個懸疑故事 好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我們來看平原上的摩西 平原上的摩西 總共有七個敘述者來講 用了十四段的分段敘述 每個敘述者來講一部分的 然後它涉及了三個歷史環境 分別是文化大革命下崗潮 還有二十一世紀 又發生的那個城管的命案 它有兩層懸疑 表層的懸疑就是追蹤 1995年發生的 在出租車司機結殺案的時候 發生的命案 有一個警察在這場命案中喪生 然後還有呢 就是2007年發生了 兩次城管被殺案件 因為對大陸的 大陸的新聞事件 比較熟悉的聽眾們 你們可能就會知道 一度是城管 殺城管事件是很 一度有幾個在東北發生 比如說夏俊峰案 大家有沒有聽過 小販殺了城管這個事情 是很 就是有一度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 大家是爭論不休的 就是說有人同情小販 有人同情城管 那麼 所以這次他把這個 雙血套把這個城管案也放在這裡面 然後他深層的懸疑就是一個人 這個人呢 反而沒有在這個七個敘述者中出現 這個人叫做李守蓮 這個人呢是一個很正直的工人 就是蠻典型的一個正面的工人階級的形象 他有很強的道德感 但是這樣的人呢 他最後走上了城管被殺案的這個主犯 他其實是殺死了兩個案件的城管 那麼所以他為什麼會走上這樣的一個犯罪道路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深層次要問的問題 就是一個看上去非常正直 有正義感 道德原則的一個工人 是如何變成一個殺人犯的 他的社會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是他第二更深層次的一個懸疑 好 那麼剛剛講了 他是有一個對話性的 就是這七個人 他們都他們提供了不同的 關於李守蓮的證據 然後這些證據就形成了一個對話性 這裡我用的是巴赫金的概念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需要對話題 因為巴赫金的 比如說托斯特耶夫斯記的小說裡面 就有很強的對話性 對吧 多聲部的 他有不同的價值觀的人 不停地在辯論 然後那麼 但是在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其實就是 不想讓作者成為是一個話語的獨裁者 因為 我們說以前的一些傳統的 全知全能的一些敘述的話 讀者總是被告知的 對吧 作者向你灌輸什麼價值觀念 就被告你 你只能接受什麼樣的價值觀念 但是在對話題的作品中 是各種意識的 共同的一個競爭 對不對 所以呢 讀者是要自己參與到裡面的 你可以選擇一種 聽聽這個聽聽那個 甚至你自己直接參與到這個 對話題實際上是開放的 是邀請 讀者也參與到其中 那麼在摩西等 聽聽聽的摩西裡面的對話題 它跟托斯特耶夫斯基的 比如說卡拉馬佐夫兄弟 是不一樣 比如說卡拉馬佐夫兄弟裡面 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和信仰宗教的虔誠者 還有這些叛逆者等等 他們的聲音是一起在辯論的 但互相想要說服對方 他們是直接是一種 價值理念的一種對話 對不對 但是摩西 平安生的摩西不是 他是用這種結構進行對話的 那我把它稱之為叫做 被告 這裡寫錯了 叫做被告缺席的庭審結構 也就是說這個小說其實是圍繞著 李守蓮到底是不是三起命案的犯人 犯了三起命案 這三起命案分別是1995年的 出租車司機截殺案 然後蔣警官的被殺案 還有1997年的三起命案 97年的城管被殺案 他是不是這幾個命案的 三起命案的犯人 然後現在法庭就開始展開辯論 如果大家熟悉這種歐美劇的 那個綠證劇的話就會 然後呢 然後你有檢控方 就是來自於警方的證據 來自於警方 總共有三個警察在裡面出現 包括那個莊樹 就是跟那個李匪 李守蓮的女兒李匪 是好朋友的那個鄰居 莊樹 然後包括那個死了的警察 蔣布凡 還包括一個就是 警察的這個一個 一個隊長式的人物 然後檢控方當然指向 李守蓮是這個兇手了 然後呢就有 直接證人和品格證人 分別是李守蓮的女兒李匪 她是直接見證了 1995年蔣警官被殺案 然後傅東欣是他們的鄰居 也就是莊樹 後來一個年輕警察莊樹 來調查這個案件的主要的警察莊樹 她的母親 傅東欣跟李匪和李守蓮 她們曾經是鄰居 傅東欣 因為李守蓮曾經在文革的時候 抄家的時候 李守蓮是保護了她的父親 所以她 傅東欣是一個 看上去與世無真的 一個知識分子型的一個女性 她主動要求教李守蓮的孩子李匪 學習當她的家庭老師 那麼然後再來看就是 這個孫天博是李守蓮 曾經的一個好朋友的兒子 然後這個她 因為李匪在這個交通事故中癱瘓了 所以孫天博是一個中醫 一直保護著她 然後再有一個品格證人 其實是跟整個案件沒有一點關係的 她也沒有對案件有任何的見證 叫做莊德曾 這個人呢就是傅東欣的丈夫 也是那個警察莊樹的父親 他如果我們說整個 東北故事是關於下崗工人的痛苦的話 當然時代的潮流中 也有時代的潮流中的得意者 對不對 也是所謂的弄潮兒 在這個潮流中順利轉型 從原本的所有國有企業的 國有企業的幹部 體制內的幹部 順利轉型成一個成功的商人 而且他還不是一般的這個 我們對商人那種所謂大款 有一些刻板印象 覺得他們都是很粗俗 沒有文化不尊重人的 這個莊德曾對於他的妻子 傅東欣非常的尊重 他的妻子是一個文藝青年 對於他的兒子 所以他不僅是個成功商人 他還是大家世俗意義上眼中的 好父親和好丈夫 但是他的妻子一直對他很冷 但為什麼 因為在自己妻子的敘述中 才顯示出來 莊德曾在文革的時候 作為紅衛兵的其中一個主力 曾經打死過一個教授 就是知識分子 也就是說同樣在文革期間 李守蓮因為保護了傅東欣的父親 所以贏得了傅東欣的尊重 所以他可以說是作為他道德 一個正直的一個見證 對吧 而莊德曾作為一個成功人士 在每一個時代都成功的人士 他實際上是一個非道德敗壞的人 但是大家不知道 也沒有顯現出來 只有他的妻子心裡面是知道的 好 是這樣一個敘述者 敘述的結構 那麼他們就圍繞著這個案件本身 也圍繞著人物本身的個性 而展開他們的敘述 那麼最後小說是揭開了懸念的 就是有兩層懸念剛剛講的 第一層懸念就是 李守蓮並不是截殺司機的犯人 對不對 他並沒有截殺司機 但是警察 蔣布凡 誤認為他截殺司機 引起了誤會 導致了一場交通事故 這場交通事故 他的女兒受傷了 而在這種情況下 李守蓮奉而拿起了一塊板砖 把這個警察殺了 也就是說 他實際上是殺了這個 蔣布凡警察 而且後來殺了兩個城管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城管案件 大家知道 在一度城管和小販的衝突 是非常的激烈的 對不對 那個城管為了 那個阻止小販 導致小販的一個嬰兒女孩子 一個小女孩受傷 被熱油燙傷 但是呢 他的這個母親 為他討回公道的時候 大家警察之間互相包庇嘛 警察和城管互相包庇 而將這個責任推到 小販自己本身 說你違反了 承規 對不對 推到這個身上 所以因此 既然法律上沒有辦法 為那個受傷的小女孩 討回公道 所以那個李守蓮 就奉而把那兩個城管 給殺了 他確實是那個兇殺 那麼 那麼接下來就 帶入到了第二個懸念 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曾經 堅守道德原則 真是自尊的下崗工人 他會走上這個犯罪的道路 也就是他會因為憤怒而復仇 所以他這種兇殺 我們稱之為因義憤而殺人 那麼 所以這裡其實就是 大家可以回 在各種各樣的影視劇裡 都可以找到 比如說漫長的季節裡面 那個妄想 也是一個非常正面的 一個工人的 道德自律的一個工人形象 然後 《鋼勒勤》裡面 這些工人是怎麼樣被走上這樣的 這條路呢 所以他們身上就 就是通過李守蓮這個人物的刻畫 其實是 讓他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縮影 附載一系列的社會轉型和動盪 所造成的創傷 那麼這個線索是怎麼樣 那小時候有沒有直接回應這個問題 說李守蓮是 為什麼走上這條路呢 他沒有非常明確地講 這裡就是他給了一些線索 就是說 給了一個線索就是 就是他關於這個 當時沈陽有一個廣場 叫做紅旗廣場 紅旗廣場雕塑呢 經歷了一些轉變 就是這個轉變 就意味著 中國從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 轉到改革康放的 叫後社會主義時代 然後再到2007年 又會有一種 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 一種懷舊之風的興起 那所以在1995年的時候 那個沈陽廣場的毛主席像 要被拆除 很多的工人 就要去保衛毛主席 保衛毛去那裡靜坐 然後靜坐 因為示威靜坐 導致了一個交通的癱瘓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有機會讓那個莊德征 成功人士 莊德征 坐了李守蓮的出租車 李守蓮那個時候是出租車司機 然後他們在車上就有一番的交談 然後呢他們的交談是圍繞著 為什麼這群工人要去靜坐 然後莊德征就說呢 他們是在懷舊吧 就是說抗議 他們要抗議這個雕像拆除 這個懷舊 然後李守蓮說 不是了 他們就是對現實的不滿 他們借這個雕像拆除雕像的這個事情 其實是表達現實的不滿 那莊德征就說 哎呀 其實也許忍著就會有希望 然後李守蓮就即刻憤怒地反駁他 就說 就是希望不夠分 都讓你這種人給佔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蠻有趣的 就是說 因為 你想 莊德征他是這個轉型之期 無論是在社會主義時 這個毛時代的工廠時期 還是在轉型後 他都是這個體制轉變過程中 他每一個時代他都是受益者 對不對 就是他是完全是那種 逝者生存的那個逝者 對吧 強者 然後呢 他呢 作為一個 有權勢的得利者 既得利者 去教 像李守蓮以及那些工人說 你們認真就會有希望 是不是很諷刺對不對 說 然後被剝奪權利的那一群工人 包括李守蓮 他就 卻要被這樣的 既得利益者 去教導說 忍耐就是一個美德 對吧 忍著就會有希望 所以李守蓮幾場 就 反駁了他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說 毛主席的像被拆除了之後 在2007年 他就建了一個叫做太陽鳥這樣的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等於是經濟的一種轉型 從社會主義經濟向一種自由市場 自由化經濟的轉型 再到後來2007年的時候 這個像又開始重塑了 李守蓮看到了這個消息新聞之後 他就問 他最關鍵 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 不知道毛主席下面那些戰士們的像 會不會重塑 這些數量 這些戰士的數量 還會不會跟以前一樣多 那你可以將戰士 視作是某種程度上 一種工人的那種 前途和命運 就是說經歷了種種的轉型之後 他們的原來的生活是被打碎了的 就他們的破碎的生活和尊嚴 能不能得到恢復呢 他們的社會身份能不能得到 他們的榮耀能不能得到恢復呢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那圍繞著這個平原上的摩西 還有一個學界討論比較多的 就是說平原上的摩西 到底指的是誰 雖然說小說有一些的宗教因素 但是並不很強烈 那個為什麼叫它平原上的摩西 平原你可以理解 是不是 東北平原 那這個摩西指的是什麼呢 那其實是根據摩西 比如說在這個聖經故事中的形象 其實它有兩重形象 一重是憤怒的摩西形象 就是說它曾 也就是說在這個聖經故事裡面 摩西 關於摩西的故事 曾經在青年摩西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埃及人 在毆打一個希伯來人的時候 他就奉而反抗 那所以呢 在這裡它有一個憤怒的摩西的形象 那另一方面呢 其實它又有一種使者的形象 這是因為雙雪濤在他的另外一個作品裡 就曾經引用過一句話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於你 就所謂作為使報信者的摩西形象 那麼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某種程度上 他通過這個李守蓮這個憤怒摩西的形象 雙雪濤是傳達了 他用他的作品 用李守蓮那個形象 來發出一種聲音 這個聲音就是被大家遺忘的 來自於歷史深處的一個聲音 你也可以將它視作是一種報信者的一個作用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生吞 聲吞拍成了這個電視劇叫做《膽小鬼》 那麼雖然聽上去名字俗了很多 我覺得 因為聲吞你覺得非常的形象 因為它講的就是 年輕人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被整個社會給吞噬了 我們將它稱之為叫做社會食人主義 如果用魯迅的話說 其實就是吃人類似於 但它不是禮教吃人了 它這個所謂社會的吃人的一面 體現在方方面面 然後就講了這四個年輕人 這個叫做秦李就是剛剛說的 她的父親就是三八案的主犯之一 然後呢 然後這個女孩叫做黃叔 她的母親因為修煉邪教而發瘋 所以她就也是受到了一些大家的歧視 但因為她長得很好看 然後後來也學的是藝術 所以呢 她後來就是相對比較成熟 那麼 然後這個是一個下崗工人的孩子 叫做王迪 她的寫作特別好 就是她寫作能力特別好 然後這個小女孩叫馮雪教 她的父親就是這個馮國精 是個警察 那麼這四個人的友誼 曾經是看上去非常美好的 很烏托邦的 就是即使是在秦李和黃叔 受到大家其他同學欺負的時候 他們仍然還有友誼至少 但是這個友誼最後是封崩離析的 就是當學校需要 將一個富二代犯的錯 來找一個替罪羊的時候 就理所當然的找到了 沒有人為她撐腰的情理 然後呢 而這個王迪呢 被迫在老師的誘導下 為了獎學金 九千塊錢的 九千塊錢 好像很多的東北的作家都回憶 雙雪教他們都曾經回憶 當時要給學校贊助費九千塊 她作為一個下崗工人的孩子 拿不出這麼多錢來 所以她最終為了這些 而背叛了自己的好朋友 把莫須有的罪名 加在了秦李身上 最後導致這個人被開除了 然後那個馮雪教呢 也是因為它的原因 導致的秦李在一場 鍋爐事故中損失了自己的 雙耳的聽力 她變成了一個籠子 而她因為膽怯 而不敢將這件事情說出來 那麼所以呢 最終那個叫黃叔的女孩 為了給她買助聽器 只好去夜總會跳舞 然後呢 就遇到了變態的一些 變態的這些大款吧 就是有性變態傾向 然後就將黃叔關押起來 淋辱 最後導致黃叔後來就自殺了 秦李本來是想跟她一起自殺的 但是被自己的哥哥救回來 十幾年之後她為了報仇 所以又再一次 就是說 其實是那個大款又回來了 就是這個變態的人又回來 又製造了凶案 然後秦李就將這個事情線索在引回當年的內 將這兩起案件連接在一起 所以她改名叫做膽小鬼 聽上去比較俗氣了 但是呢也直指出了這個整個故事的核心 就是大家 就是這兩個人如果是受害者的話 其他人全部都是共犯來 就是說有過共同罪孽的人 就無論過了多少年 仍然能夠達成某種共識 就是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他們仍然過著他們的日常生活 直到這一天 你再次凶殺案發生 你不得不去面對自己 曾經犯下來的一個罪孽 那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有些雙重的敘事結構 就是用兩起少女的凶殺案連接起來 他是同一個兇手 然後敘事者 有兩個敘事者來切換 一個是馮國經 也就是代表著父親一代的敘事者 同時代表著警察的視角 所以他用的主要是 主要是用第三人成敘事 因為很好理解 因為它代表著某種客觀視角 它試圖全面地呈現這些懸疑 還有它代表著某種權威視角 因為他是警察 然後第二重的敘事者就是王迪 就是情理的好朋友 它代表子一代的視角 它最主要是 比重比較多的是內聚焦視角 就是它講述自己的內心 然後回憶 所以它用第一人成比較多 因為它要面對自己內心的罪惡 對內心的折磨 那麼在這裡給大家舉一些例子 就是說所謂我們剛剛所講的社會 食人主義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就是情理和黃叔在學校裡 遭到了一些棄 本來情理是老師們的寵兒 因為他特別天才 特別聰明 所有的問題對他來講 都不是問題 學習上 這樣的人應該是老師很喜歡的 但是轉折點在 當大家知道 他是一個殺人犯的兒子之後 就同學就開始欺凌他了 這是一個欺凌的場景 而且只有黃叔出面幫助他 然後大家就稱他為 叫做殺人犯和神經病 就是殺人犯和神經病結婚了 因為殺人犯就是情理 神經病的意思就是 黃叔的母親修煉法輪功 就是邪教 所以大家後來就是精神失常 所以就被稱嘴 所以這兩個東西 就三八案和這個邪教 同時都是當時那個 東北的一個歷史的一個背景 那麼這是 好 這個只是同學之間的一個 好 欺凌吧 老師也是如此 當有一次活動中 所謂的這個同學犯了錯 其實犯了錯就是有幾個 富二代的孩子們 他們一起偷看那些色情錄像 然後呢 老師呢 要將這個事情由情理 找一個替罪養 替這些富二代的孩子們 頂這個罪 所以呢 就將那個誰 就將王迪 請他來作證 背叛他的這個好友 這個其實就是相當於是一個 壓迫性的這個 這個 就是從大人方面的一個欺凌 對吧 從學校層面的一個欺凌 那麼再看社會層面的 也很有趣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關於殺人犯的那個採訪 當然 今天也 看起來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 殺人犯在臨行前 還可以跟導演這樣子對話 但是他有個客觀的社會的 在從情理的角度來講 這個片子就是被反覆的播放 在公共電視台 然後呢 就為了 以盡校友 然後播放之後呢 他說人都閉了 魂還在電視裡說話 那他對像情理這樣子的這個家屬 最後就構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一個陰影 那麼所以 在那個 你可以看到無論是情理也好 還是那個皇叔也好 他們實際上是替 好像類似於像連坐一樣 是因為他們上一代的問題 已連累到了他們 對不對 所以這個父子關係 如果我們說 加拿大龍統的稱之為是父子關係的話 那麼這個父子關係 好像是一個緊密關聯在一起的 你因為你 你要替你的父一代 再來贖罪類似於這樣 但是 就是某種意義上 他又是斷裂的 你再去看 就是當所有這一切最後謎底揭開的時候 那個馮國精 就是那個警察唯一 最後還 扮演重要角色的這個馮國精的這個父親 他就說 當時 但凡有 就算有一家人 但凡有一個人 大人出面 這些孩子們 最後也不至於這樣子 那為什麼沒有人出面呢 實際上根本父親父子的關係 在這裡面是斷裂的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比如說馮國精 他急著在他的警察系統裡 要辦一個大案 然後獲得上升的機會 好 然後那個王迪的父親 他下崗了 根本自身難保 成為從原來的一個 有榮耀的工人變成了一個失敗者 他掙扎在那個生存線上 根本沒有餘力去關心他的兒子 也沒有餘力替他付9000塊錢的那個贊助費 對不對 那更不用說 請禮他的父親 黃叔他的父親 所以你可以看到 父子關係在裡面 又是原子化的 斷裂的 而且甚至於說他們扮演 不知不覺中扮演了一個無形的這種推手 無知的這個同謀 像馮國精 因為他當時認錯了兇手 以至於黃叔的這個案子 一直都沒有破 那麼 所以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工人和這個單位的關係 整個體制的關係 也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家長式的 單位制的一個瓦解 因為你知道下崗工人這其實有 無論是社會學的還是各種層面的研究 就記錄下很多下崗工人的一些訪談 他們都會覺得 難道這個單位為什麼就不要我了呢 就那種聲音就聽上去 就像被拋棄的孩子一樣 就好像單位是一個家長 他不要我 而以前的單位跟今天我們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單位包含所有你可以 甚至於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有 你的生老病死一生全部可以在單位裡解決 所以它就是全面型的 那麼所以 這個共和國的大兒子的那個標籤 是相當於是工人階級和這個的體制的關係 就是一種家長制的一種關係 現在好像這個關係就在那個私有制的 這個進程中被斷裂了對不對 那大家就變成了一種原子化的一個課題 就是子一代也好 富一代也好 大家都是一種原子化的個體 那麼用王迪的話說 他有一句話就說 歡迎來到殘酷的世界 現在你是一個人了 所以在整個故事裡面 你會看到 這是不停地失去 首先是失去工作單位 然後失去了依靠 然後失去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講 失去友誼 失去學校的保護 學校也不能起到這個 這個學校的這個功能 失去這種靈禮關係 原本他們還 因為單位制的密切 單位制的緣故 就是你跟鄰居是非常的熟嘛 都是一個單位大怨的 然後最後呢 最後大家都是失去了一種集體的人性了 因為朋友 最好的朋友 你也出賣了 為了一些錢對不對 那麼當然了 最後小說還是沒有 還是給了一些希望的 這個希望就在於 這個希望就在於比如說 秦里和黃叔之間的相互支持 所以他給了一些微弱的那種希望 人性的那種 從愛的角度來給了一些希望 但是第三部作品 槍木相對來講 是更冷酷一點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叫做 生活在水底的人們 就是說 班宇有在訪談中曾經提到過 他就說 對於這些下崗工人來講 好像每個人都知道 今天你要下崗了 今天你沒有下崗 躲過一劫 明天你也會下崗 總會輪到你 就每個人都知道 今天發生在你身上的命運 明天就會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大家都是被動的 然後呢 一次又一次就這樣 他說他們接受 並不得不接受 他們接受 他們不得不接受的那個命運 其餘就是如何去處理 其餘的思考的就是生存 具體的生存問題 對吧 沒有反抗抱怨 或抱怨的空間 對他們來說 適應這樣的生活生存 可能更重要 這個有一個研究也是 關於這方面 那麼在槍木裡面 講的是一個後攝的故事 以metafiction的方式來講 它的表層故事 就是剛剛講的一個ghost writer 就是一個槍手 那所以槍在裡面也是 就是一語雙關的 它的一個日常生活 它日常生活是什麼 為一個瀕臨倒閉的 類似於像出版 出版機構一樣的 一個然後寫什麼 寫一些什麼 王陽明的故事啊 什麼中國歷史 什麼故事啊 但實際上都是他自己寫的 你知道 然後呢 掛上別人的名字 就是類似於這種 然後呢 它的內核故事呢 就是這個槍手 它有一個東北的女生 成為它的女朋友 所以呢 這個女的經常要讓她講故事 那那些寫作者就是 張口就來故事 他就給他講了一個故事 講的故事就是 就是孫少俊一家的故事 孫少俊的一家是如何從下崗 然後呢 然後擺攤 然後呢 遭遇了這個不公 然後她的妻子 也就是這個兒子的繼母 然後在那個收容所 這也涉及到了一個 中國當代另外一個社會制度 收容制度 收容遣送制度 然後在收容所裡 被人性侵 然後精神失常 然後他孫少俊去找人 就是評理的時候 又遇到了腐敗的官員等等 最後走投無路 走上了這個截殺 出租車司機的這個道路 是這樣一個故事 那麼在外合故事裡面 他一邊講這個呢 一邊說這個東西是虛構的 然後有機會 當自己的父親繼母全都走 父親被槍斃了 而兒子這個 就會想說 我要遇到了一個機會 有機會接觸那個 那個腐敗的官員 而手邊又有他父親 留下來的一把槍 所以他就會面臨一個抉擇 我到底要不要去復仇 那麼所以小時候 這個抉擇是開放的 懸而未決的 那這裡就有一個 比較強的一個 宗教的一個隱喻 就為什麼我把這個小標題 稱之為叫做生活在水底呢 因為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這個苦難之後 這個孫少君的妻子 也就是內合故事裡面的一個 叫吳弘的 然後他就說他就信上了教 而實際上宗教信仰在當時 這個東北地區也是非常的流行的 所以我們同一本書的有一篇論文 就是講新東北文學中的宗教叙事 那他就跟他講 他就勸慰這個孫少君 因為他處於暴怒之中 為自己的這個遭遇而奉奉不平 他就說 耶穌今天講 你必忘記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來 也如流過去的水一樣 你在世的日子 要比正午更明 雖有黑暗 人像早晨 孫少君聽完之後 他說一句沒聽懂 吳弘又跟他說 不要寒怒到日落 太陽下山了 這一句就 不要寒怒到日落 是非常關鍵的 就是不要將你的這些憤怒 對不對 一直懷揣著這個憤怒 耿耿於懷 他說 太陽下山了 只有你一個人還在河邊 抽打水浪徒勞無功 風總會將水面扶平 但是孫少君想了想說 耶穌沒認出我來 河邊的不是我 我在水底 就我不接受這個的救贖 宗教的這個救贖 那麼所以 他們一家人 其實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也就是說 最後那個幽靈作者 回應他女朋友問他 那最後怎麼樣呢 他就說 吳弘有人拯救 他離開之後 他後來失蹤了 離家出走了 會艱苦 但也有蹊跡和喜悅 他有希望 對不對 他有信仰 人像早晨 但孫少君沒有 自始至終都沒有 他拒絕救贖 那孫成呢 就是他們的孩子 最後怎麼辦呢 他說可能有 也可能沒有 這就為解釋了 他最後到底是 復仇了沒有 還是沒有復仇 不知道 他就說 帷幕拉開 他的眼前就是那道白光 他必須走進去 才能看見光裡是什麼 當然這裡寫的 比較抽象 比較象徵性 那我個人的感覺 不妨將它理解成為 是一種 因為我們說 一旦有的白光 就好像進入到了 另外一個時空 通常是進入到 一個回憶時空 或者怎麼樣 它是一種 好像觸發器一樣 你要去看見 白光的最好方式 白光裡面有什麼 你就進去看一看 進去那個現場 看一看 也就是說 以講故事的方式 回到創商的現場 那個孫晨 也是一個喜歡看書 喜歡寫作 那恰恰是跟那個 這個幽靈作者 我是對應的 他們的身份 那麼好 最後就是說 還有一個就是 他除了講述這些故事之外 他的這個 作為一個作者 寫作者 虛構者 他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他揭示出來 歷史叙事的一個 反諷性了 因為他這裡面 講了很多他寫的作品 他寫了什麼 王陽明的 思想家王陽明啊 張居正的傳記啊 王陽明的傳記啊 還有中國歷史 導論啊 這些聽上去很 宏大的著作 對吧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這些 非常宏大的 正史式的東西 歷史著作 很正經的歷史著作 原來是一個槍手來寫的 對不對 但是另一個方面呢 你會發現 欸 關於個人的家庭 和個人的記憶呢 才是他真正的一個 療傷的一個辦法 這這裡其實就是一個 同大歷史叙述 和個人小叙事之間的一個反差 好 那我們最後 其實還有一個時間 那那個 最後我就想講的就是說 謝謝謝謝 那我們回過頭去看 最初吸引我 對這個東北故事的注意的 其實是 最早來自於博爾赫斯的一句話 博爾赫斯就講 就是他 因為大家知道博爾赫斯 對Detective Story 也是非常感興趣 對偵探小說類型 非常感興趣 他就說偵探小說 是這樣的一種文學類型 就是他在無序的時代 保護秩序 那當然了 你這種所謂的保護 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那個 現實層面的那個保護 而是 在我看來是重構一種 無序歷史事件的 一種前因後果 對不對 那麼而 無序的歷史事件 而常常是大家 莫名其妙 然後就被投入到一個時代 洪流之中 你都沒有來得及過問 你都沒有來得及深究 你也沒有來得及去探索 我為什麼會被進入到 被裹挟盡這樣的時空中 那麼對於鐵錫三建客來說 犯罪小說 或者說懸疑敘事 它其實就是這樣一種文學類型 他試圖為你被遺忘的這個時代 或者混亂的時代 無序的一個時代 提供一種歷史的見證 既然是一種見證 或者一種證言的話 你必然是梳理那個因果的嘛 所以他會為像李守蓮這樣的一個工人 梳理一個歷史的context出來 就把歷史的語境出來 他甚至會為像那個孫少軍這樣子的什麼犯人 對吧 主犯十惡不赦的這個截殺案的這個兇手 也梳理出一個context 語境出來 那麼然而在很多的時候 在公共的這個歷史記錄裡面 工人的那個委屈啊 他們的訴求啊 甚至於他們的絕望 已經慢慢的被大家所淡忘了 或者說沒有正非常的這個 嚴肅的去將它進行一個梳理 將它進行整理和記錄 那麼所以在這個 這幾些這些東北文學的著作裡面 其實它是描述了這些工人 從二十九十年代開始到二世紀初 其實他們一直在努力的 所謂游回岸邊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像孫少軍一樣 接入到水中 游回岸邊的這樣的一個努力 那游回岸邊的這個意象 也是班宇所講 而班宇在自己的很多部作品 包括雙雪濤 很多部的作品裡面 都會描述水邊以及 落入水中的那個意象 所以也是某種程度上呼應了 這個工人們的這個 那這個也是膽小鬼 這個劇作裡面的這個關於的那個 這個就是出租車司機的這個截殺案 然後這個工廠 工人們當時不知道這個工廠 將會這個聽 這個將會不要他們了 就是將會 他們將會成為被棄的這個 被棄的 類似於像被棄的孩子一樣 那麼所以 像新東北作家他們 其實就是 像 雙雪濤自己所描述的那個 摩西 報信者 摩西的一個使者的一個形象 就是他們是 時代動盪的余波中倖存下來的 所以說他們的父輩倖存下來 他們也是倖存者 而且他們都離開了 後來都離開了自己的家鄉 那麼在 離開家鄉之後 他為東北向世界傳遞了一條消息 那這條消息其實就是 雙雪濤寫在他的小說集《飛行家》的封面上的一句話 就是說 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 這裡也呼應了 其實我們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這個著作 因此也是跟他的所 巴赫金式的對話題 可以呼應在一起 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 為我們人性中珍貴的瞬間 留下虛構的紀錄 那換句話說就是 作為為他的家鄉和他的 作為他家鄉和他父輩的這個使者 讓他的筆下的角色被全方位的看到 這個是東北 新東北作家自我賦予的那種使命 當然與他們個人而言 也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雙雪濤還說過一句話 就是說 他說他的寫作衝動是跟一個作家叫做 三馬拉什底相似的 那麼他本身也是一個流亡作家 就是說他就說 三馬拉什底有一種 說過一句話 他說移民或者僑民的流亡者 可能被某種失落感 某種重新找回和回望的衝動所困擾 他們總是要回望 即使是冒著被變為嚴重的風險 也在所不惜 就是你回憶就有可能變成嚴重 這是一個說法 但是三馬拉什底就說 即使是有這樣的風險 還是不停要有一種回望的衝動 但是如果我們回首往事 也必須這樣做 因為我們知道回首往事 會帶來深刻的不確定性 簡而言之我們將創造虛構的東西 不是真實的城市村莊 是無形的城市和村莊 是想像中的家園 這也是跟雙雪濤所說的 留下虛構的記錄是呼應的 也就是說 怎麼樣離開家鄉的人 對於他們來講 被家鄉放逐的人 他總歸是有一個衝動 要重回家鄉 他這個回望的衝動 留在他的寫作中去 而他回望的那個家鄉 當然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家鄉了 他在回望之中 也必然是加了自己的想像的一些投射 在裡面 所以呢 對於這些年輕的作家而言 他們的回望過程 本身也是跟自己童年的創傷 是一種 我們說用心理學話叫做 talking therapy 就是這種談話療法 就是你講故事 通過講故事 就是對於童年的創傷進行治療 那麼當然了他的治療 不僅僅是有關他們這一代的 更是有關他們父輩的那一代的 好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